中央宣布頭中沒有部分的關係 對近民醫師會停止庭官 也會反攻的路 主播安算有一點九萬公圈的農作物 會輸入影響 庭官的事業是 下村出來後 國地的農民都嚴重連田 因爭有意到 也會出五村去的五村 年事基金出現 欠水也會五村編褲的事業 希望周親庭官農民就動手 三下旅行反攻的農作物的瞬勢 將破壞債過空胎 同時要的補出根本就有了 你這樣子水源不足的狀況 叫我們青農怎麼如何返鄉來做呢 然後你這邊又是規劃一個農業特技區 那是不是要給我們一個水源的保障 你現在造成我這個農損這麼大 叫我如何是好 不但槍田有毛水 民地水庫水頭 是不是水氣引致救某路意 基金寬度三百的 早餐的 食材和寬度一度才都早早養的 水分不太用的都是不是一樣 民地水庫燉水中 初步股酸槍純度十九年好用 原地沒有的就雨後 灑土豆牽水問題 壓增幅吃價顯不停關 一道辛苦廣州農民 是才不得挽用的事 如果香港特地缺水問題 農民接送在清潔本來以後 如果不出接送 又不不得幾道 站在我們自己這一個 我們也是一個行業 我們覺得很不合理 政府以下說沒水 最起碼要有配套措施 不然地款 像這裡有讓他們打豬 有油漁漁 有獲獄 像這裡補償 用油漁漁來補償 對啊 補償 當然我知道 你的警符會補償我們的農友 問題一樣 這個稻子 那麼辛苦已經種下去了 那今天說 這個半生不熟的時候 又就沒辦法去灌灌 讓它自動去消失 我認為 這個對我們農會也好 對農民也好 這是一種相當心靈上的一個損失 那我還是覺得 這一方面 需要充分 作為一個來協商 來地方做一個協商 面對核燈點 國外庭官 替否農費和農民都表示說 要反共的國家一整年 就有好過例 希望政府做得和農民來打算 不在國外故事 農民就會開始 按援結構 大家新聞 綜合報導